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来看 读这篇文章是 这个标题相当的耸动 就是20年 追踪1万个人发现 职场的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是最吃亏的人 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但是什么是好好先生呢 他文章是这样写的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面带微笑 微微诺诺的接受任何人的指令 而且乐此不疲 工作上没有主见 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 凡是跟着别人走 迎合对方 做事没有原则和固定的立场 总是因人而动 缺乏竞争意识 凡是力求安稳 不会追求更高目标 甚至根本没有更高目标 反正就是一直想要做到退休了 习惯力来顺受 别人批评呢 他是会难过 但是也不会动怒 也不会反击 这些人叫做好好先生 显然我这个 其实我也当过这种人 大家不知道要不要相信 但是我现在当然不是这种 因为我发现人活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如果你把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意见都听进去 那你自己在哪里 尤其是网路上 如果你朋友很多的话 大家每个人来建议什么 建议一个建议那个 你如果都听 耳根子软的话 你一定会变成一只无头的苍蝇 所以我后来自己也有自制 即使我觉得他可能说错了 我这样讲才是对的 我如果他没问我 我不会主动提出建议 否则那个建议一听下来还得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有些人就是很喜欢给人家建议 你要想想看你是不是鸡婆 还有别人需不需要你的建议 从现实的环境来看 职场上出现刚刚我说的 这种定义的烂好人原因很多 有些人就是乖啊 天性善良 我觉得跟家庭教育有关系 如果你爸妈以乖为最高原则的话 你就会变成这种人 不喜欢跟人计较 有时候胆小懦弱 避免发生冲突 我以前也待过公家机关 我觉得这样的人蛮多的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怕被排挤迎合别人 做什么事都希望 你这样高兴吗 我这样对吗 他们最常问的 好好先生最常问的 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种叫做过度的善良 但是过度的善良 到底有没有更多发展机会呢 恐怕跟爸妈 希望你乖的期望是违背的 根据美国康南尔大学 圣母大学 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某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 他们一起花了二十年 追踪了一万个来自于不同年龄层的上班族 在调查过程中呢 他把这个跟人相处的难易程度 把每个人分在不同的组别 那有一种组别就叫做跟人很好相处嘛 结果我发现在职场上的地位和收入 经过二十年的时间 那些很好相处的 反而变成排名中垫底 就收入地位最低的 那这个所以 你是不是很好相处 并不影响你个人收入 我是不是很好相处 其实我要看人呢 我其实某一些部分 并不难相处 也就是说你请我吃饭 我其实不会挑剔 还有也不会这个看人 就是说就是看上不看下 我其实不会 但是如果跟我在一起 事情如果做不好 我一定很难相处 这其实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 就是好 那么那个再来看看这个实验结果 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薪资比较高 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小姐薪资比较低 其中呢 难以相处的男性又比容易相处的男性 每年要高18% 不过呢 很难相处的女性 只比很容易相处的女性平均高5 那为什么你的薪资过了那么多年会比较低呢 答案就是当大家这个加薪的时候 你做很多事的时候 你不会去抢功劳 你也不会去争取你的利益 然后只会尽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反而会被主管视为没担当 没有领导能力 因为你只是没有推销自己的能力 只是被领导而已 所以要不要很好相处呢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能访问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今天虽然没有直播 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校长长得很漂亮 而且年轻到出乎我的意外 那他是台北的市立民族国中的校长 苏惠君 惠君你好 你好 淡如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念嘉义师专对不对 然后后来是高师大的辅导研究所硕士 你从小打算要当校长吗 应该是立志要当老师 但是校长是后来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学习跟历练之后 也是被长辈鼓励 那就觉得应该自己可以尝试 你后来念辅导研究所 所以显然你在心理辅导是你的专业 是所以我还没当校长之前是当辅导老师 有当辅导主任 刚刚跟这个校长聊起来 我们有个朋友 他也是念心理辅导 我说我这个朋友 他本来也是老师 后来弃这个教育而从商 可是我最羡慕他的是 其实有时候我会发火 难怪血压会比较高 可是他面对任何事情 其实有些题目很难 但是他永远就是让不运不火 永远就跟你讲话一样 是不是学心理辅导都会变成这样讲话的方式 应该是这个训练跟学习的历程里面 有让我们就是可能回应的时候 能够再更平缓一点 然后比较不会去制造对立 或者是冲突 所以真的蛮了不起的 就是这样的人最适合当领导人 就算你有意见你也会平和的把它说出来 对不对 这个是到我到目前还要学的课题 没有我也还在学 好的我们来这个问一下 其实我今天要谈什么 是谈都市中的生态学校 也就是各位应该都知道 民主国中其实是一个老学校 就在我们台大旁边附近 台科大旁边 台科大旁边都很近 是它是一个市中心的学校 可是几年前 就是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教育的改革 现在不是说只有这个私立的 有什么森林小学生态小学 国立的市立的 对不对 也一样有这个生态国中 实验国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这当然是有一段 我们台湾教育改革的脉络啦 那再加上现在其实少子化非常的严重 那民族国中呢 在过去当然有它辉煌的时期 曾经就是 一个年级13班16班 那么庞大的学校 而且以前都是在算说 考多少建中北英语嘛 这个就是我们对 我们都是这样上来的 那个历史 我们现在已经上校第52年了 那其实过去的这段历史 一直到九十几年开始 少子化很严重之后 学校的学生数就慢慢下降 你讲的是十年前 对对对 那慢慢下降 就维持现在的规模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年级有四班 那坦白说 现在听起来很少 对很少 以前所有 尤其是这种被两个大学 挤在中间的 这种明星国中 至少都要十几班 还有二十几班 可是现在台北市 像这样规模的学校 比例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其实是在市区 也是很好的位置 但是真的 少子化就是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当然就是说 前任校长也非常的努力 所以即便是少子化 维持在四班的规模 但是也都还是一个 额满的学校 那我们在过去 没有转型之前 坦白说 包括我们就是 体制外的学校 比如说森林小学 种子学院 人本基金会 他们关切的一些 可能私人办学的机构 的家长也蛮认同 我们学校 就是说 看起来是给孩子 比较多的空间 而不是一味的填压 这样的模式 那我们大概会对实验教育 有了解 可是我知道 转型是在你任内完成的吗 因为要转型不容易 因为你要转型 当然大家希望孩子过得好一点 不要每天升学主义 可是到最后 国山还是面临升学主义 当然 所以而且你如果一进去 学校里面有很多老老师 大家都知道 做老师都要做到退休 当然 那实验教育 就要让他们把这个 一年又一年讲的教材 可能要重新翻转 这个推行很困难 当时的缘起是怎么样 好 我大概讲一下 说实在的 要转型 靠我一个人力量 是不可能办到的 那当然他有一段 前面的渊源 大概就是说 在我进入这个学校 我是106学年度 来接任这个学校的 所以你们没有转几年 对才刚开始 去年是第一年 正式转型 今年是第二年 对 因为转型呢 除了我们的计划通过之外 通过是不能立刻实施的 就在实验三法的规范 是前一年必须先通过 对 就筹备了很久 对所以前面是一个筹备的历程 那其实起心动念呢 是来自于基层 有几位老师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 有教育的热忱跟想法 那在我还没有 接掌这个学校的时候 就有人想做 所以这个是有老师自己发起的 但是有被否决 对不对 曾经被否决 没想到主持人调查的这么清楚 是啊 就说他们就有一位老师就拿到了 因为也是要从上而下嘛 不然国中也不能自己动 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自觉的力量说 你们要不要变成一个实验国中 那可能是年轻的老师 就是想要想说想做 但是呢参与表决呢 刚开始呢就先被否决掉了 对那这一段历程呢 后来我们有请这一位当时候发起人之一的这位老师 他有录了一个三分钟的短片 有一位静老师嘛 对有一位静老师 有一个会心老师 然后我们有把这个短片放在学校的网站 如果有兴趣的家长 欢迎可以上去点阅 那我今天就摘要的说 虽然当时候这几个老师很有热忱的发起 的确第一次的校会议被否决了 那这些老师也很努力 就是想办法去说服其他的人 那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 也后来我是后来才得知的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试着去说服其他人 就说如果你不了解 你可不可以不要阻止想做的人 让我们有机会尝试 就影响一些灰色的选票 对所以后来就打动大家了 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孩子的教育 还有民族国中 为什么会变成实验国中的课程 就到最后还是这个学校的家长 跟老师的自觉 对不对自觉性投票 好决定做实验国中 那这个转型应该还经过一番挣扎吧 当然这个挣扎的历程是第一个 到底实验教育是什么 大家对实验教育的想象也各自不同 我们也还在实验呢 所以呢这个历程是老师们要花蛮多的时间去对话 核对彼此对实验教育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很佩服我们的老师 因为他们利用课后的时间 自愿留下来做一些对话 然后也找专家来协助我们 就是指导我们 那也就是说这个自发的力量 后来不是由上而下指导的 可是他们却愿意多花时间了解更多之后 再来想我们想做的 我们可以怎么做 这样 其实实验国中 现在就变成两股力量在拉扯 一个是希望让生活多一点乐趣 多一些书本外的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不好意思 以后还是有联考 对不对 有会考 有会考 对 现在叫会考 其实一样的意思 对啦 那后来呢 你们也是就说要迎合这两边嘛 听说是上午专注学科学习 不会像我们以前一样 一坐在国中 坐八小时都在课堂上 只有下课出来放风 下午就会穿插一些 老师安排的实验的课程 还有什么家庭选修 也就是它有点像大学 下午的课比较自由 这样说好了啦 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结构 大概如果用传统的学校 教育部规定的就是108课纲 也就是所谓的布定课程 我们传统的国音速设置这些 然后所谓的校定课程 那个校本的弹性 那那个弹性就希望说 有不同领域结合 是开不是那个什么课本的进度 那我们学校呢 把这个课程架构做了拆解 这个拆解就是说 所谓的布定课程的部分 它必须学科要学习的 我们把它叫做基础电机 另外我们又 这个名字比较好听 对然后我们另外呢 又自创了 就是这几个名字 当然是我们自创的 学校有自创的课程吗 那我们就自创了一个 生态的创新主题课程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生态学校 这当然有前面的缘由 那我先简单讲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自己自创的生态 创新主题课程之外 我们另外还给国中的孩子 有机会选修 所以我们有创了一个 自主选修课程 另外我们最受欢迎的是什么 最受欢迎的就是自主选修了 其实小孩是这样 他没有要完全开放式的自由 因为他会莫衷于世 但是他希望有有限选择 那你们的自主选修 大家都在修杀 大家都在修杀 我这样说 我们去年是第一年 那我们只有三个普通班 那我们自主选修有四节课 孩子在这四节课里面 他是可以自己选择 所以他选的课是会混班的 就混年 那我们开过什么课呢 有老师开什么阅读阅聊 他类似就是理解 整个新制图学习的历程 另外也有老师开创意数学 他的数学不是在听课 听老师讲解题目 而是动手做数学 对 然后也有开3D的课程 也有开木工 那很多 然后也有easy 有文言文 就是带孩子去领略文学的 等于是说 国众生可能还没有读到文言文 被删掉了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另外开这个 下商周都没关系 然后另外也有这个创意美术等等 所以小孩就是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是真的让孩子选的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个例子很有趣 就是说用数学为例 我们以前都在念死板的公式 所以很多小孩后来就放空了 他就觉得说前面不会后面就不会 那听说因为你们在缠除山的下面 所以有老师就利用这个树上松鼠来解释 这个某一些原理跟应用 比如说呢 小孩会拿东西为树上松鼠 老师就临机一动说 如果你今天带东西来给松鼠吃 本来只有一只 后来发现有三只都要吃苹果 那你要放在哪里才对三只松鼠都公平 这个就是距离的算法 就是我们数学老师就是在发想说 要怎么样让他跟生活结合 不会数学在一 就是传统想象的那么样的枯燥 真正了解数学的会知道数学非常有趣 而且是生活中必要用到 但是以前大家如果数学不好是因为 你觉得你也没用啊 对啊还有就是如果他在某一个阶段没有跟上 有时候孩子很容易在数学这个领域就放弃了 就零分嘛 对所以老师们是希望能够还是带他们 从生活面着手 然后让他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数学的兴趣就抹掉了 然后从此数学就跟他无缘了 是对 所以每一个人在比较生动的教学可以跟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小孩会逃课不想去学校 除了升学压力大事 那个学校所有的教育都没有可以让他选啊 对不对 自选课程至少你万一平常学课不行 美术课总是该高兴一下吧 是那其实当初有这个构想 一方面是我们觉得说 国中阶段的孩子说实在的 你他毕业的时候你叫他选择 很多孩子都还是懵懂的 那这是一个自我探索的历程 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他机会探索 他又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所以我们是鼓励孩子可以尝试探索 即便选了不喜欢 那你下一次就知道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可是你们现在才是第二年对不对 那现在国三的不是很可怜吗 也就是国一国二在实验教育 国三在传统教育 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蛮为难的 我们也很希望一次就把三个年级一起 但是我们毕竟就是说 今年就一起了 对前面 可是国三好惨 比如说今年九年级孩子入学的时候 家长并没有期待是实验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贸然的这样子 把他们的课程架构也跟七八年级一样改 恐怕有的家长也不见得能接受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一两年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历程 因为新的旧的是混杂在一起的 那我如果是国三我会觉得很悲伤 看到国一国二那么的快乐 好像过得跟我们不一样 那还好的是因为我们的国三 在他们七八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着手在筹备 所以我们有一些课程呢 做实行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在参与这些课程 对所以也没有想象中 好像国三就那么可怜 你想了解实验国中吗 我们今天请来这个各中巧处 民族国中校长苏惠君 我其实有私下调查过了 因为说你们是在台北市里面 就最受家长称道的 虽然才做了两年 那么他们的主题叫做健康绿校园 快乐绿学习 卓越绿公民 壮游爱台湾 不过那个绿跟政党的绿没啥关系了 对对对 这跟环境生态的绿有关 绿是这个 跟政党无关 对对绿是这个生态的意思 那么但是现在就是问题来了 因为毕竟他还是势力的学校 他还是在正统的所谓的会考 会考根本就是联考的评比之中 那家长有两种 一种就是像我这样其实就觉得孩子活着 开开心心就还好 那另外一种就是孩子我要你比我强 那你也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压力说 下午这么快乐 会不会以后考试输人家 因为大家还是在比考上建中北一女几位嘛 是吧 这个问题呢 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所有的学生入学 都我们要求家长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说明会 那也是希望说认同我们的理念 再来 再来 那一方面 你们是学区制的吗 我们是一半学区一半开放大学区 对 那在跟这样沟通理念的这个历程里面 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说 孩子的人生其实要拉长来看 我们不能那么短视 只看到三年后你考的怎么样 重点是孩子能不能保有那个学习的动能跟热情 这跟我后来在演讲的也像 第一章我就告诉他 我觉得台湾人都是用点来看人生 退休要多少钱 不要输在起跑点 然后但是呢 你应该把人生变成一条线 甚至扩大他的面 在那个点上比较 对我们这种人生已经过一半的人而言 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那通常我也会举一些可能比较名人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大人毕竟家长也 我想我们的家长应该至少有40岁左右了 那也有一些人生的历练 那我们看到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是不是一定在国中阶段一定是考试考很棒的呢 我想他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一半一半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是跟家长沟通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回到我们的课程教学 坦白说给孩子一些选择 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他的学习 那我们还是希望每个孩子不是在国中阶段 因为不断的挫折 然后他的学习被打败 从此他不想学 所以我们会把比较多的这个理念想法的部分 也关注给我们的老师 那希望说在学习的历程 其实重点是他能不能突破自己学不会的地方 然后他跨越了获得了学习的成就感 那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珍贵跟重要的 那我想要请问 就一般的国中嘛 我们大部分就是一般 我们一路念公立学校都是国中过来的 其实以前在学校里面就是大家很大小眼 只要成绩很好有没有 老师就会对你很好 成绩很坏 因为每一般在评比啊 你就是拖垮人家成绩嘛 所以你就会被歧视 那不自觉的会感觉到自己完全不重要 甚至不想上学 当然学习总是会有人落后 那早上落后的小孩 那你们怎么样对待他呢 其实民族的氛围呢 一直都是蛮友善的 在学习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给孩子蛮多的舞台 就是说也许这个孩子在某一个领域的学习是弱的 可是因为他相对的 他其实有其他表现的机会 那他有其他表现的机会 在同财里面 他不会是弱势 因为大家会看到他也有亮眼的一块 那我们希望每个孩子 我想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 但是我们希望孩子在这个学习历程学到的是 他建立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 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其实我也一直在看 所谓的以前大家比较不谈校园霸凌 那最近越来越多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小孩的任何行为都是模仿大人 这小孩在遭遇校园霸凌之前 一定也在学校已经很弱势很卑微了 所以大家敢踩他 那我想校园霸凌 因为就是孩子也是人际互动学习的历程 那我不能说我们的孩子一定就是天生的完美 他们都不会有不好的互动 但是因为师生比 因为我们的学生数不多 那我们是一个很精致的小校 所以老师们跟孩子的互动 其实是相较大的学校 是密切很多 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有发生什么 大概很快老师就可以有机会察觉 跟来做一个比较好的引导 那我想请问这个民主国中的苏校长 苏惠君校长 你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说在学校里 几乎每个孩子你都认识 听说这是校长必备的现在 对然后我不敢说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都记得 但是面孔一定都认识 那有时候我就会就是走在路上 可能关心一下他或叫他的名字 孩子都会很惊讶说 哦校长知道我 所以这个就是至少增加他在学校的自信心 所以应该是说师生的互动会相较之下密切很多 那孩子们呢也会把学校 就是当他能够认同喜爱跟老师互动的时候 其实他来上学就是快乐的啦 那你像这个假设当然很多家长 在学校上面是很谨慎的 学校挑家长 家长也挑学校 那你们是希望什么样的家长 再把小孩送进实验的学校里面呢 应该说 要有什么心态 心态上我们希望说 当然当他愿意把孩子送来 也希望他愿意相信老师 而不是抱着一个 你们做什么我就有疑问 就是要跟老师多沟通跟互动 但是是放手信任老师的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了台北市立民族国中的校长苏惠君 我刚刚跟校长说 很多人不知道有实验国中 到底是在做什么 的确因为通常是我们的孩子到了什么阶段 我们才会关心那个时候的教育 刚刚讲到说 如果你要送小孩去什么实验学校啊 现在有实验国中高中小学啊 那其实大家也都在还在实验阶段 都没有开始很久 但是家长的心态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教学 你可以参与 但是请你也要放手尊重老师 还有呢 还有当然就是说在观念上 当我们传统很重视学科成绩的这一块 也希望家长能够适度的放下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放下的意思是我们完全不在乎 但是觉得放下不是放空 对不是用那个单次一次两次的学业成就表现 来认定孩子学的好不好 老师教的好不好 而是愿意拉长等待来看待孩子的学习历程 他学会了什么 有时候看到小孩很可怜 就是他们如果是去那些以升学主义的 现在升学主义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厉害 然后晚上功课就是都写不完 我有听过家长分享说孩子在小学有的就要写到12点 实在不忍心 小二小一就开始了 老师还觉得是因为你写的慢 反正有人写完 那我想也分享一个小例子 就是我们第一年呢 当然家长也是经过听书名会来的 可是进来以后呢 就曾经有一个家长反应啊 说老师你出的这个问题啊 我回去陪孩子做功课的时候 发现都找不到答案 老师你是不是弄错了 那我们的老师分享这个例子是说 他就跟家长说 其实妈妈你不要担心 我们我是希望孩子把他学会什么 这个历程他能够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但家长习惯的标准答案 他就跟家长说 其实我这个作业给孩子呢 基本上我不期待 大家答案都一样 反而答案都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有问题 那这个历程里面 等于是家长慢慢的去理解说 原来学校的老师有不同的用意 但是的确也是有一段磨合 跟沟通的历程 大概是这样 有时候外面没有鞭子的时候 鞭子长在你心里 还会不断的抽打自己 因为我们都背整个框架 训练的太深了 大概就是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部分 那我说我们为什么 请家长不要担心是 我们仍然会有考试 不会完全没有 只是说我们的考试 是不是次数要那么多 或者有人说 那既然实验教育 是不是完全不要子笔测验 那对我们学校老师来讲是 我们子笔测验的次数是减少 但是不代表我们要舍弃 完全不用 那这是一个 就是希望家长能够理解的过程 我觉得这也是心理的鞭子的问题 我家的小孩就是念一个 比较遥远的生态小学 真的有一天我在 因为我每个星期教他堂师 那有找别的学生 不然我小孩不肯跟我学 一对一 尤其自己的孩子 我压力太大 然后另外那个学生 我已经教四五年了 结果另外那个小男孩 他就跟我说 我今天要早点回去 因为我明天要考试 你知道小熊怎么跟我说吗 他说妈妈 我明天好像也要考试 我一看九点钟 我说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祝你考试平安 还来不及了 所以我真心不知道他有考试 我觉得那是考试是你家的事 孩子要学会自我负责的部分 不是我的事吗 所以我们就是比较期待说 家长慢慢的可能要 孩子慢慢长大的 尤其国中阶段 他要慢慢有自己 能够掌握自律的能力 家长不要因为我小时候考不好 现在很后悔 然后叫小孩要考好 对不对 我这样讲比较狠 但是事实 那因为现在又少子化 很多家长都只有这么一个宝贝 是的 或两个宝贝 所以就把所有的力气都关注在他身上 那就会变成 其实无形中孩子的压力其实也蛮大 而且孩子的压力也是承袭自家长的 像即将要面对会考的学生 有时候自己也会说 哎呦我们传统科目上的比较少 我们会不会考书人家 是那当然需要练习的时候 我们老师也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练习 我必须说他还是有一个历程 但是希望说孩子在整个国中阶段的学习 他不要把学习的胃口养坏了 是的 就因为这个在学习中落后 或者是在学校呢 就是学不会有挫折 或者是过得不快乐 然后以后连自发性的学习能力都没有 我们不希望他从教室里课堂里逃跑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北势力的民族国中校长苏惠君 其实台北公立的国中的实验教育 没有开始几年 那大家都在摸索阶段 我知道你们学校是做的相当好的 但是也不断的 谢谢家长的肯定 不断的在这个谋合 而且到明年就三个年级就全部都是实验国中 不瞒您说前两年的招生 其实我们的家长参与的非常踊跃 我们的这个说明会大概都是两场 每一场都是三四百人这么多 所以你们还是现在的学校就是 公立学校很在乎是不是满招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两年当然就是延续前任校长之前 本来还没转型也都额满 那我们接手之后包括转型前跟这两年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都维持是额满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苏校长有一些说话技巧值得学习 没有没有要向您学习 从不夸赞自己功劳 要说我们本来就都是额满的 其实多元 都是大家努力啦 其实现在家长也比较开放了啦 多元学习是 其实我觉得三分之二的家长并不希望小孩都是在跟自己一样的填鸭教育中长大 对对对 所以那那我想请问你你是国中吗对不对 实验小学比你们早很多年 对对对对 那你们所接到的就是一般小学的小孩跟实验小学的小孩到的实验国中来会有什么不一样 目前为止是没有觉得很明显大的差异 主要是我们的学生来源当然来自四面八方 比如说我五十几个孩子其实来自三十几个小学这么多 对因为他有大学区的部分 是是 那 对那真正来自实验小学的也也有 那就是说这些孩子通常他的自由度比较高 他比较不会设限传统的框框 比较不担心会考 对对对他也好像就是很自在的按照自己的步骤这样 那听说你们有时候就是会带到你们也有校外教学 有有有 除了在那个蚕除山之外还有其他的就培养小孩的独立能力 是那我们是希望说就从校园他亲近的慢慢扩大到社区 然后到大台北地区甚至未来比如说到九年级 我们也在想有没有可能未来九年级的校外教学是从七到八的这个历程 带孩子去思考他们想要去哪些而不是我们传统的 好像就交给旅行社就带到哪里去 还什么游乐园玩一圈就结束 你也打算让他们自觉就对了 对我们想想尝试往这个方向来来鼓励孩子 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北市立民主国中校长苏惠君 就是要告诉很多人实验学校不止私立有 现在的大家都在做教育的改革 谢谢苏校长 我喜欢伊林山 我喜欢营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